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梓彤 這個環節邀請來Rafi和我們聊聊天 Rafi,你好 你好 先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下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可以將問題電郵到 e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我們亦正在做直播 看一有朋友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等多些朋友可以看到 另外有問題亦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便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一看港股最新的走勢 港股今日比較反覆一點 最新跌近119.29017點 國企指數暫時升22.11541點 大市成家623億多 先問一下Rafi 昨天的市場 就是靠著騰訊和平保 咬妖到升 他們可以做好一點 大家本身以為轉勢 但今天又要再跌過 接下來後市怎樣看呢 今天跌其實都是騰訊 其實是一樣的 升也是它 跌也是它 所以你說後市 市場可不可以好一點 或者可不可以再升 看騰訊 騰訊能夠升回頭 我會覺得恆指應該不差 但是當然說清楚了 短期來說 可能就未必那麼容易住 因為其實明顯你看到 近期騰訊藥幾個因素 一來就美國那邊 又有一些明顯緩碼 稅改之後 你看到有些錢 留在金融股上 香港這邊又有少許情況相似 而成就慢慢留走科技股那邊 再加上就像經常都說 其實就是所謂殺牛 利用騰訊的股價相對比較波動 或者反覆一點 所以都令到港股那邊 就未必那麼容易重拾火候的升浪 而且近期經常都說的 就是整個市場的動力 都明顯低一點 所以有機會我覺得暫時都是反覆 下面來說 如果守得住 脈天線又沒有問題 脈八千七 但是這位要守不住 當然可能要視心一點 但是守得住之後 如果上面來看 我覺得可以先看二脈九千六 我覺得暫時都是一些 可能大概一千點附近上升落落 就是說可不可以叫破之前三萬 三萬樓上 還剩下這十多二十日可能難一點 因為傳統來計十二月比較靜一點 再加上今年的市場都已經這麼漂亮 我覺得都沒有太大的誘因 在剩下這十多二十日有個很大動作 除非突然大事件而已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都是這千多點 千點上升 我們先看一看 騰訊今天又宣上三百八十元 其實去調整舊味 是不是三百七十七元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其實就是 昨天都說過 昨天出了三七七 之後就咬腰上去三九幾 三九零這位置 但是都說過 其實那一刻調整完美 就有點尷尬 因為其實經常都說 近期殺牛 你說一些重貨位 一層一層 差不多五元五元那樣落落 現在比較大的位置 三七五左右 所以你看到暫時還沒有打到這些位置 很難斷然騰訊叫做跌定 反而如果你反過來看 快點 快點 殺牛 可能更好 變相之後沒有什麼後果之有 我覺得如果暫時這樣說 就形成三七五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置 如果這些位置頂得住 我覺得又不是太難問題 就算 就算騰訊這陣跌 又不是什麼基本面轉差 我覺得 總之業務沒有太大的轉壞 我對它看法都依然比較樂觀 好 今天這些科技股 除了騰訊之外 一些手機設備股 亦都有一個沽壓在那裡 特別是信譽光河 上午就是表現最差的藍籌 現在都跌大約是4% 最新是126.2 這隻股份本身之前都升得挺漂亮的 但是現在又跌下來 前景又怎樣看呢 為什麼又是這樣跌 是不是跟騰訊的情況一樣呢 當然它又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加上染藍因素 正式染藍 可能就形成短線的炒裝空間少了 有些的固化出現 甚至乎你說說一句 都一樣 你說騰訊相似的地方 其實基本面沒有轉差 甚至乎都是OK的 即是二分信譽經常都說 就是下年那個升級潮因素 都揮及到它 因為它都有一些新的業務在發展 這些因素其實沒有太大改變 所以你說如果二分這一層跌 我會覺得是只不過因為 一來之前重得太高 二來就真的染完藍之後 可能那個短線炒作性都完了 再加上說真句 你說本身未染藍之前 特別今年裏面 其實信業都算是大股來講 升級比較多 其實可能很多的基金 很多的基礎投資者 都已經追貨重了創 所以反而會藉著這次染藍之後 可能慢慢沽這麼多貨走呢 所以有些鎖定利用因素 這次就比較反覆一點 如果以這樣看 我覺得看法上是不頑的 但當然以我的價格來說 可能短期還要下一下 因為特別今天來計算 跌得這麼深之下 都穿了一條50天線 如果這些位置收復不了 就是大概1.27這個位置 收復不了的 我覺得可能先虧8.2元 好 除了一些手機設備股 也可以說一些半身股 逆陰和越民 我們看到逆陰今天再跌大約4% 而越民暫時來說都要跌大約1% 這兩隻股份 之前 未上市之前很大衝勁 但現在炒作好像已經完全沒有了 其實炒作就真的慢慢冷卻了 因為這段時間不斷說 大家對新股的因素都變回之前 反而減少一些 你看到這些大的那些 近期都少人提了 所以就不是說炒得起 再加上其實你說逆陰那些 明顯那一刻上去 因為跟著越民那幾隻 所謂的新股之後上去 令大家的關注度高了 大家本身不斷說 這隻股份一來 雖然是拉了騰訊的名字 但只不過是持股兩成度 又不是真的跟越民那麼相似 那個關聯度 再加上本身業務 亦都很大競爭 就是互聯網那些汽車平台 所以其實遇到前景不是那麼強的 所以其實怎樣說 如果它不是剛剛那一刻上去 根本大家可能沒有什麼二號抽 就是講真句 所以它只是叫我上去的時間好 可以這麼說 但是你看到就慢慢爭拒完之後 所以這刻就回歸到基本部 然後價錢就不斷下來 我覺得短期來說 逆陰應該還是比較弱一點 就是難回到7.7樓上水面 但是反而越民就經常都說 雖然那價格有點黏 但是反而反過來 其實還在水面很高 其實不是太差 只不過沒有怎樣再炒起 所以如果以分這個理解 其實中線去看 我覺得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再提醒大家 Facebook上面的朋友 都可以留言 如果在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另外也要問一下 為什麼問逆陰或者粵文呢 是因為有個家庭觀眾 就發電郵來問的 他說他一百元的時候 就是加了住 即逆陰 那他就問了 現在去到7元以下 是不是應該要止蝕呢 他手樓上有四手貨 好幸好是四手 又不是真的太多 如果你說8元的這位家庭 我覺得應該是 首先有一兩柱是IPO 很符 可能只有8元又買 然後轉過兩柱都是硬價的 如果以暫時計算 我覺得就有機會淡一點 可能真的走一走 但是當然其實難回 剛才提到難回到7.7元這些上市價 如果是這一股彈的 看有沒有機會上到7元左右 如果機會上到7元這些位置 我會覺得真的減一減磅 或者是可以的就走了 即四手說真的 又不是說太多 因為始終剛才提到 暫時難看見那個轉勢住 因為其實業務又不是太好炒 而且又不是太細隻 又不同的 炒那些個月本身那麼細隻 再加上之前這些大的 其實熱潮慢慢冷卻 其實都說了 變成難有過太大的升幅 可能之後的反彈 可能試回7元邊 有機會試回這些位置減一減 希望可以回到7元樓上 可以減一減磅 另外Mimi也是發電郵來問問題 她都很詳細 告訴我們 她現在有1000股的長實集團 1113 她有75.1.5元買 她就說買了很久 她就說想加注 她說現在是否一個好的時機呢 先回答 其實時機我覺得是OK的 始終一來 因為你第一注過1000股 75個多 現在都65個多 即是你帳面上輸了整十元 如果以價來說 這些位置再加加注 是有效做到拉底軍價的效果 而二來 雖然你說本地地產股 其實就未必太有炒作 但其實集團 不是純地產那麼簡單 慢慢有改名 也經常都說 有錢回來 可能有其他業務發展 所以炒作空間 我覺得她會多過其他地產股 所以如果要考慮 其實都可以 但是可以看多一點 因為特別近期 雖然比較橫行為主 但是橫行得來 暫時還是少許受制於平均線 65.5這些位置 雖然這些位置是衝破不到 可能會有機會試一次 即使是約64元邊這些位置 我覺得有機會去64元邊附近 可能才買多一處貨 我覺得先拉低軍價 然後中線來說 再看近70元樓上的稅位 用不定一個止洩呢 如果你說得加注 我覺得64元邊就加 假設加完之後 差一點再下去 我覺得你可以定住 減幫位61元邊這些位置 因為下1元邊 拉過去看 都會是今年6、7月的環區 即是7月尾突破上這下 那些位置附近島 我覺得如果真的再穿下去 下1元左右 我們先減一減幫 好啊 多謝Mimi的問題 都很詳細 很欣賞她 給我們很多咨詢 另外再問一下 WhatsApp上面 都有很多問題累積了 有位朋友想問 1317 楓葉教育 前景如何 她說未有貨 現在可不可以買入 這些教育股 買得過嗎 其實教育股本身 整體不是差的 但是只不過今年 真的反覆整個板塊 升了很多 是 說真的很多股票 都不是太便宜了 可能偏反覆一點 或者短期黏一點 是不奇怪的 但是我覺得有機會 可能要等到 明年回來再重新炒 即是未必會太明顯 這一陣未必太明顯 主要由於 伊番本身封業未有貨 我覺得不妨可以等一等 因為始終伊番再加上 本身走勢來說 你看到近幾天 不斷下來之下 都跌穿一些 50天 20天 10天 都似乎想 試一試問 借近100元支持位 100元這位 當然你可以罵 但100元這位 再跌倒跌 以他的走勢來說 可能會剩下7.4 所以我覺得 暫時這些位 比較尷尬 我覺得你起碼 多看一會 看看100元這位 要不需要找 就要找才買回去 真的未遲 給點耐性 看看可否再低一點買 另外一位朋友 想問700元 什麼價位可以買 不知道他本身有沒有貨 但現在這些位 你剛才就說 可能要多撒一層 比較安心一點 再買 如果真的要考慮的話 現在定一個買入價 應該怎樣定呢 假設他沒有貨 不妨先等下 我自己都覺得 騰訊不斷說 不是什麼看法轉差 沒有改變的 但只不過近期的價格 偏低一點 或者難複製到 過去頭11個月 這麼大的升勢 所以現在可能叫做 升後一些整固調整 所以反而借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 下低多少少 可能才撒一下 比較好的 剛才提到 正在捏著馬天線 馬天線大概是371元 但是是否剛才才買呢 我覺得又未必要 可能捏著370多 375至371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下去 這些位置買了之後 我覺得比較舒服 由中線來講 再看上之前高位 好像400元 然後破到的 再看高一點也未遲 嗯 很多應該未有貨 都很心急 等著這一陣 是啊 真的等著很久了 由400多元 現在終於落到來 現在真是特價時段 都難見 今年少見跌了這麼多 是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入到貨 可以Capture之後 反彈性服 另外這位朋友 曾小姐 就是想問 3.6入了12,000股751 倉為數碼 現在賬面 剛才計過了 接近大概是9% 他就問了 現在應該止蝕好 還是還可以等下 可以回到家鄉 創為數碼 好多好 好多是3.6 變相暫時 又未算太大 的額價幅度 就是成嶺 但是也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有機會 膽高一點 就算未必回到買價 也好 考慮減一減 因為始終你看到 他的勢一來很弱 二來其實本身 他們都是做黑色家電為主 其實你說電視機行業 一來本身已經跟內地 可能簡單理解 跟樓市有些掛口性 而內房來說 接下來的消費增速 應該難再怎麼快 因為今年已經賣得很厲害 即是你現在的增長 可能會慢一點 自然對電視機消費 也有些衝擊 再講 本身電視機行業 其實是一些很快的行業 即是很快 可能上兩個月出的款 兩個月之後已經叫舊款 變成有機會 可能即壓了很多存貨 很多問題存在 甚至乎個案 你見到這麼大的競爭之下 他們的利潤率都不高 很多毛利率都是很低的 所以整體本身業務 我覺得都覺得一般 再加上創華之前的中級業績 其實都是在虧錢 再加上它虧錢之餘 亦都宣佈了向它母企 收購一些新能源汽車的業務 這個我覺得有看法 有點不明朗 即是如果本商本業覺得好 你搞其他事情可以 但如果本業都不太好的時間 你已經搞了其他事情 究竟最終是否擔不擔得住 是很大變數 所以有機會擔高一點 我覺得真的減一減 暫時會有機會擔高一點 我會覺得真的減一減 即是近訓練賣價一點 就算你不想走了 可能先走了一半 這樣會比較合適 因為暫時的勢力比較差 嗯 WhatsApp上面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稍後再回答 現在先聽聽交情觀眾的電話 電話 電話旁邊是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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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哪隻股份 700 有沒有貨 沒有貨 沒有貨 我看看買不買新的貨 沒有貨 又是問700 很多人問 現在Facebook上問 700是否限時特價 有機會是限時特價 因為業務上是不差的 所以變相這一股 剛才提到特別的牛正根素 那些東西 灑一灑下來 如果本身沒有貨 我覺得可以等三百三十多 就算你很難說一個價位 去完那個位置之後就彈 很難估計 如果380樓下 其實我覺得都OK 如果大家想買 三十多這些位置 都可以不妨上車 不過又這樣說 都不是差很遠 比盡你差五元 都是五百元 好過你真的買不到 真的不知道你特價到何時 沒錯 所以就因應自己的能力 我覺得這樣說 如果覺得OK 其實這些位置都可以慢慢賣一下 好 多謝梁小姐的電話 另一位梁小姐 亦想問Rafi問題 梁小姐你好 你好 梁小姐 喂喂 是 聽到 輪到我了 是的 有兩隻 有兩隻 一隻就是華南平1668 兩隻都有貨 另一隻就是中交建100 是 多少錢買的 1668 1668就是2.9毛半 買了很久很久 一路都跌到過幾 我都不甘心 那現在 又呆了很久 這三兩個月又好像有少少起色 沒錯 沒錯 1800呢 1800是多少錢買的 1800就是買了幾個月 好像7月 10.05 10.05 就不知為何 他最厲害都是上到10.07 當然 嗯 好 看看怎麼辦 是啊 環南城今天都逆市炒高了 主要是因為 他上個星期公佈了一個中期的業績 另外 亦都是說 可能有意 是不是有些 分散 對 拆了出來上市的 或有些業務 那就是環南城 2.9毛半買了 現在靠著這個消息 今天都抽了上去 有沒有機會去回家鄉 或者不用蝕那麼多 不用蝕那麼多 不用蝕那麼多 就有機會的 彈回高市 我都可以 但是回家鄉應該比較難 你說兩九幾買 現在兩元變 都差得完 就算你說真的有分拆 因素 就算給你馬上拆得到 都好 其實都難令到 環南城股價再炒到這麼高 我覺得這個是難一點 而你說今次 即是今天炒起主要 剛才只能說到一點 就是有意將 物業管理業務分拆出來上 其實不是只有它 你看到近年很多內房公司 都有這個趨向 因為其實均一句 物業管理業務 以他們內地的一些 可能房地產公司來說 是比較穩定收益的業務 而本身你說 可能只靠以往賣樓 賣樓那些 始終受的調控因素 或者變數比較多 所以其實他們反而去到這一刻 都幾有意 每間都想推一些 比較安全的業務上來上 起碼要保障到盈利表現 所以其實趨勢會是這樣走 所以變相當它宣布這件事 有些人炒起也很正常 再加上它運氣管理業務 本身營利增速很快 即是它這次業績來說 只看到這一件事 其實按年增長超過六成 所以都有一個挺不錯的表現 所以今天借石炒炒上 但是我覺得短線來說 如果再試也好 要看它能否破到50天線 如果破到50天線 我覺得有機會試試借兩個二路 如果有機會試借兩個二附近 我會覺得你就算真的不甘心 可能減一減磅都需要 即是屬於你不走光 我覺得你起碼減一半貨 或者三分一貨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說真的 以反這一刻 要即時回到數量九幾 真是比較難一點的事 嗯 建不建議加住呢 那又不建議 始終是兩者價差遠 如果現在交次可以混合 但是就 都未必上到太高位 未必上到太高位 可能這一股彈都會彈到兩個二附近 嗯 好了 還有另一隻股份 也是眼價的 最終加一件10000 不過我看到它似乎 在低位置搖了很久 開始有少少反彈的意味 但是這個板塊 今年真的令大家很失望 沒錯 現在怎樣算呢 10.05元才買的8.86元 那這一隻又能不能等呢 可以等下的 因為其實你講的 業務又不是太差 而估值其實每一隻都是這麼便宜 這幾隻 所以其實你說 正如你所說 今年不當炒 沒有辦法 形成就不斷下來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不妨等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一刻突破了二天線之後 以回九個四 我覺得要回回十個半是難的 但是九個四左右 五十天線附近 有機會彈回這些位置 我覺得考慮要減一減 好啊 多謝梁小姐的電話 亦希望建議可以幫到你 另外 劉先生 在電話旁邊的劉先生 你好 Hello 是劉先生 你好 我早問一問 有一隻135 是 我六個七入了 是 他現在今天回走路 你需不需要 就是止讚 好啊 還有呢 1057 是 三個月入 是 找這幾天有沒有什麼 遺消息 或者有什麼 為什麼跌這麼多 好啊 需要找找 或者指示在哪裡 好啊 逐一問 昆仁能源 昆仁能源 暫時來說 有錢賺的 賺了兩毫子左右 應該怎樣去做一個操作呢 有沒有機會再去高些才放呢 這隻 我覺得近期其實都彈了不少 就是彈一下 最主要因素來說 一方面 油價又站定一些 對啦 以來近期我們的天然價格扯高 都間接令到LNG的價格都扯高了 所以都對於昆仁來說有些大動 但是始終剛才提到油低位計 其實都彈了不少 我覺得未必即時再有太大的上衝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六個七澳嶺有課 開始考慮頂住止讚位 我覺得都ok 但是始終現在的價格比較尷尬 就是我叫你現在走 剛剛有卡在中間 因為現在六個九澳幾 就剛剛在五十天和二十天線中間 所以其實你說 除非它現在下來 可能二十天線又頂得住的 問題不大 如果頂不住我才考慮止讚 但是 反過來講到時候 二十天線止讚 六個八 跟你買入價比人不是差太遠 就是你到時候落袋的錢 你就少了 但是始終我都是以圖去看 變相都是以六個八做個止讚位 不穿的可以保持它 所以上面來講 起碼看回7.1這些位置 就是昨天高位附近 我覺得先考慮食屋離場 還有一隻拿著貨 就是1057折江細埔 3.2米 現在都是一個銀價的階段 有沒有什麼特別壞的消息 令到股價這樣跌下去 因為我剛才看回 都沒有 好像只有業績第三季 賺少8.9 比較差一點 但是都講的是十月的事 是的 其實它的消息近幾個月 你開用沒有什麼 因為最近的人 一來就剛才講到 上個月公佈 十月份公佈第三個業績 二來就上個月 中後段到 宣佈有非公開法案A股 其實這些因素 都沒有什麼理由 去到這一刻才慢慢反映出來 實際來說 我自己也不是太跌跌 反過來講 正是因為反而不知跌跌什麼 但是跌得這麼急 其實是需要擔心的 所以反而我覺得有機會 真的反過來走一走 甚至乎這股份 一直來講 是沒有什麼盈利基礎 過去這麼多年 它的業績都是比較差 純粹偶爾炒 就是炒A股股的差價 因為互相講通因素 但是其實這一刻 都很少再炒這些因素 所以你看到之後 其實都沒有太好的表現 如果有機會值得1057 可能接下來短期 有機會反過來高一些 可能要求近3元 這些位置 我覺得考慮真的走一走 會比較合適 因為始終再開下去 都不太見不到 有一個回家鄉的可能性處 好啊 謝謝劉生的電話 鄧小姐都在電話旁邊 鄧小姐你好 鄧小姐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一下 700 今天什麼價位入會好些 想今天入 380.4 不差再少少 今天高位3.96 低位3.79 差1元 剛剛好 暫時來說 買不買得呢 其實就不能買的 就是 你說如果今天要選 手癢 對 今天要入 很難說的 你說剩下兩個多鐘 究竟會再下低一點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你說這些位其實合適 但是還是先引順自己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可能兩三元 或者是幾元 其實這些位置 三百八十元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買低一點 我覺得你看看有沒有 叫你試試借近375 我覺得這些位置會更加好 但是始終來回都不差幾元 如果你真的沒有貨 而整年裡面都想買很久 那面上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買住一住 如果你更加好可以分住 但是這些位置 其實都可以開始考慮一下 沒錯 就是你如果完全沒有貨 整天看著它這樣升 你的心都不要受 但是 我真的很怕大家錯過了 這次的機會 但是說一句 如果你現在入了 又不等於馬上升 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的心態是比較長線 有機會會再落到三七幾 但是真的再落 始終這東西質素不差 是的 你基本質素不差 我覺得 大家看看有沒有 是的 因為始終價位 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會 待會一個之後 可能再落去 真的很難說 但怎樣都不會落到三六幾 照正常來說 應該是不會的 因為始終 整年來說 五十天線 是一個很好的支持位 我會這樣說 如果這一層最盡 我覺得是三七零 除非突然間 還有一些壞的東西出來 這個是難說 但以暫時現有情況來說 我覺得三七零附近 這些位置應該守得很穩 好 多謝鄧小姐的電話 都很好 打算買貨之前 都打電話上來 問一問我們意見 非常好 另外梁小姐 多謝電話的朋友 梁小姐你好 是的 主持人好 嘉賓好 我申請教你 我的二零一百 或二三百二 很久以前 六十幾元 估計 我想問現在 二三百二 可否等到一百天 大約一百一百七 或者一百一百元 有沒有機會 是 特別是二零一百 一百五十元 都貴 有沒有跌到一百四十元 因為這兩隻工業 不值得那麼貴 如果它那麼貴 加起來 我不如買騰訊 騰訊就更好 騰訊就更好 騰訊就更快 所以我問一下你的分析 如果買 我已經等到一筆錢 所以我等到移訊 它跌到三百七十元 三百七十元 我衝進去買 三百七十元 大約一百七十元 它跌五十天線 反正這麼多 都不值 等到這十二月 通常勵跌 去年勵跌 我等它撿 另外我想問 2018日 如果我只得了住錢 因為我早前買了很多 平保 所以我不動平保 不看 嘩 你賣那些全都很厲害 一百萬 那些 我只能留下三四十萬 我想問 買二型一百 一定是二三百 二三百 二貴一千股 二來一百一百 我看看兩隻 哪個比較快 我想你介紹我 謝謝 但你本身有沒有騰訊 我留了一筆錢 騰訊 即是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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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七十元 我每天不停掛 留五十萬 馬上賣 現在都是貴 我買得多 是 都是 只是這兩隻 2018 和2382去選 你覺得哪隻好 哪隻好 事務上說 我覺得信義會好 說真的 2382會好 好炒一些 如果你以價來講 其實 如果每一隻手 可能那隻瑞星會好炒一些 因為小公國銀牙 每一手牽涉小一點 你一兩回買得多些貨 可以這樣說 所以其實很尷尬 你問哪隻好 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看 如果你是業務 我覺得信義會好 因為始終不斷講 信義 始終比較受惠其他國內品牌 比較多些 而國內品牌 始終夏年又有升級真數 相對瑞星會優勝些 如果以分這樣稱 我會建議你買信義 雖然買貨可能未必及瑞星這麼多 但是信義會好些 但是真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 你說有機會再下低些 但是會下到一百天線117 難說少少 我覺得暫時看著八二元左右 如果有機會下到八二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都可以考慮買一下 即是簡信義 一百二十元 好 多謝梁小姐的電話 都要回答Whatsapp上面都有問題 有些朋友問了我們兩次 三一六七 南方中國新行業 是ETF來的 裡面真的有很多科技股也好 或者是平保那些股份也有 也有 它就沒有貨 什麼位置可以入 現在科技股開始有個調整 三一六七終於等到它又回一回 可不可以買了 七十三和四和半 其實可以 但是其實那個應對都是一樣 因為始終你是ETF 又或者是一些相關指數基金 你很難或者一個人買完 或者是會升 可能有機會再下 所以可以的話 我覺得分鑽買一下會好一點 其實中線部署我覺得OK 因為這隻東西 裡面的一些可能買的公司 部分全部都是挺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些位置 五十千錢附近 可以考慮第一柱 如果有機會再下一個 可能接近七十一元邊的 到時便可以考慮再買第二柱 好 另外原來還有一個家庭觀眾在等著 李小姐你好 還有 我想問 現在做淡 一定是等它滄賞才做淡 和那隻新股2022 新股 新股2022 先說大市 先不太聽到 新股2022 2022 收不到 先說大市 適不適合再繼續做淡 現在到28,900這個水平 是 我覺得這些位置 就不做了 如果再看一看 50天線 28,700 只有200多 300點 我覺得又不是太直播 反而也是那句 先彈回去 可能295這些位置 你才做 會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你暫時就繼續觀望一下 先不要輕輕放動 而另一隻新股 應該是2022 又來活動 對 做一些遊戲相關的平台 業務 你說差不多一個 我覺得 以一隻東西來說 又是小小 又是幾毛錢 一股 三千多元一手 甚至有概念 也有 我覺得不排除 有些抽搭空間 因為雜資都是四月多 又不是太大隻 我覺得 你可以考慮部署一下 但是一樣比較短線 可能兩三日 就考慮走一走 好 好 Youtube上面也有問題 再回答 64號 買不買得過 結好控股 暫時大約是3號 3指左右 這隻買不買得過 暫時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其實前一天 升過一天上來 但去到五十天線又回答 現在明顯受制這些位置 再加上本來 一直以來的成家 不是太沒藥 我覺得這些位置買 就不算太直播 反而下面來說 再試試 押近三毛一先半 所以這個 暫時我覺得 先顧問一下 好 謝謝Rafi 這麼詳細的分析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提問 Rafi有沒有時候 上述提供股份 也沒有 謝謝Rafi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